三井助攻台中 东区摆烂20年再回春 台中最老旧的东区 距离台中火车站不过6分钟路程 却因为这片超过22公顷的台塘园区 在1993年观赏后 道路不通造成人口外移 让当地的泉园里落寞20多年 直到2013年 建国市场迁见到台塘厂区 加上打通多条马路 开始把人潮带进来 当地发展陆续出现改变的曙光 包括台中车站铁道文化园区的推动 还有日本三井不动产 也要在台塘园区字字百亿 达到亲子同乐的复合型购物商场 啦啦破奇艺店 当地近5年房价 单价平均涨幅16% 新屋成效价更是稳稳站上二字头 东区的转变 当地里长感受最深 当地居民的这种 可以说非常感动 因为等了2、30年 这里终于这个慢慢的热闹起来 山井开幕之后 相信这边的房价 还会再继续涨了 不只山井 包括现有的大陆阁新时代购物中心 以及秀泰集团商场 还有李方爱美酒店 今年底将要开幕 台中东区的商场投资 不但可以助攻东区的观光 也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刺激周边的房市需求